其实还有蛮多可能想讲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讲的时间会有点不够 而且你们可能练习的时间也需要 但是后面有关那个像取得网络资源 还有像可能你将来需要让user等待的时候 最好是显示一个状态列 那那个状态列可能你就需要 会需要多执行序的这种做法 那怎么做 看等一下有没有时间 再来最后一个什么 发布到那个Play商店 OK那当然 我是蛮强烈建议各位 一定要有一个开发者账号 如果说你有一个开发者账号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你的 做好的APP发布到Play商店 将来人家可以透过像输入关键字 或者是QR Code扫描 直接可以把APP安装到这个手机里面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倒还蛮重要的 然后我有做了一些截图 比如我在上传一些东西之前 我有把它稍微截图一下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发布了整个流程 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会先准备 码些东西 或者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上课的那个讲义里面 讲义里面的话 上课讲义里面也有发布的这个章节 不过好像是在第16章吧 我是章节名称可能不像 发布应用程式 那要怎么去发布 那这里可能你需要准备的东西 也许有时间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看今天如果有时间稍微待一下 如果没时间的话 请各位就自行观看一下这个部分 还是强烈建议如果未来你真的要有一些 就是在interview的时候有一些优势 建议还是要有一点点作品 那至于当然数量 当然人家不会嫌你做太多了 只会嫌你你怎么都没有任何作品 OK不管你做什么吧 反正你就是把我们这个这一期的课程 每个每个把它改一个改一个改一个 放上去 一个很简单的应用 我想应该就足够了 其实说真的目前一般一般人也不会想到很复杂的应用 你这简单的应用 其实我想大部分就足够了 你可以把它拿来当范本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我们接下来之前是讲到有关那个就是雅虎股市部分 那我把它又拆开来 水泥部分是单一个 全部部分是总共会有三 不过全部我这个非常花时间 那大概简单复习一下有关那个水泥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分了两个 一个是从Java Java里面就有做到 就是Java的时候呢 我们是直接去抓网络的资料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有几个步骤 不外乎就是刚刚我们做的那些 前面前置作业我想都差不多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先知道 雅虎股市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相关结构 可以到它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 那至于抓取那个 其实抓取网页上面的资料到手机上面 到底有没有智慧财产权的争议 这个有个当日行情 其实我觉得因为手机本身它也是一个载具 PC也是一个载具 所以你把它放在手机跟放在PC上有什么不同 只是说也许你有稍微做一点点 重新排列组合的动作 这个可能要关心一下到底有没有 因为之前有同学又说这个可能有什么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我想你们可以再走 后来我们好像也不了了之 而且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 至少就是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里面的当日行情部分有这些类估 如果说我们之前是做了一个水泥 假如说你做了一个水泥 水泥就是把这个里面东西把它捞下来 放在手机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看到的 这边所有的总共34个类别的当日行情 假设我今天希望不要这么麻烦 每次都要连到这个雅虎股市里面去看的话 那我希望怎么样 做出一个APP 类似像这样一个APP 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类似像这样 诶 有没有看到 其实它的结构跟这个一模一样 点击下来 它会有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就是对应到这边的下拉 这个这边的所有东西 好 那当我点选其中一个的话 它会去做切换 所以特别注意 诶 有没有发现 像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点选之后 比如说我点的假设不是水泥 我是食品好了 食品的话 它会底下 会帮我把什么呢 食品的所有的把它载进来 不过因为刚刚 这一模拟器 这边卡卡的 如果在手机上就不会这么卡 OK 那基本上呢 当然也是一样 比如说胃全 到底不是听说 它好像也快不行了 不过好像看起来 最近又有涨又跌 还是维持在二十 二十块左右 OK 听说它好像负债 不知道负债多少了 另外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可以把每一个 你可以点选 然后一样是用 Alan Dialog把它显示出来 那主要跟之前的差异 就是上面这个 Spinner 也就是说这个Spinner 当我怎么样 改变的时候 下方的List View 也要跟着改变 那这种做法 前面好像我们有一个 那个 在Spinner那个范例里面 有一个什么 定饮饮料的那个 有没有 其实 都跟那个 差不多一样道理 也就是说 上面的这个 如果触发 上面这个部分 它有改变的时候 它选了其中一个 那 也同时会去 修改底下的 List View 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 当然 也是一样 我们有MVC 用模拟器 跟 可能我不知道 是RAM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有时候就跑一跑 挂掉了 在手机上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把当日行情 给全部抓下来 那全部抓下来 其实要花 花一些时间了 那我大概整理出来 就是大概这地方 各位可以把前面 稍微再复习一下 主要是把资料 全部抓下来 再去做切割 那切割的部分的话 比较重要就是说 后面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去抓 网页里面的资料 所以呢 前面必须index of 去抓 我们要的关键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部分 这个是第一个 是那个 从Java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怎么样把它转成手机的APP 那一样 刚刚有特别强调 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Java的东西 放到那个Android里面 一定要特别注意 有两件事一定要做 第一个的话就是 引用那个HTB Core 那个外部的函事库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要在manifest里面 设定使用internet的权限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之前是做一个水泥类鼓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子 里面的话大概 那我只是在什么 这个原来的界面上面 多放了一个spinner 放了一个spinner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我的M部分 必须要多增加一些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整理了之后 放在那个全部 多一个全部 那这里面的话 放了另外一个资料 不过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里面的spinner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雅虎股市的范例 有历经那个V4跟V7 那所谓的V4 是4.22以前的版本 它长得跟V7有点不太一样 那为了 因为之前的版本 跟新旧版本的改变 其实你们也可以再看一下 旧版长得像这样 原来的spinner 长得像这样一个下拉清单 可是新的版本 长得就又不太一样 有没有 下拉的时候 不过基本上 不影响执行 执行的部分 长得就是 OK 那里面的话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有关M的部分 那建立那个spinner 当然下拉清单 你需要 给一些东西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来 这个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 我是把这个地方 建的 总共这么多street name 这边的话 第一个是它的名称 名称的话有这些 总共会有三四档股票 所以我在下拉清单的时候 spinner先抓这个stack name 然后把资料 全部就放在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OK 所以它基本上会去抓这里面的资料 另外的话 比如说水泥类股 stack1 就第一个 那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类股名称 台泥这些 那第二个 一样 我每一个每一个都 手动的去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很花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 当执行的时候去抓 可是其实好像也是浩大工程 因为这些可能改变的几率不大 所以我就先把它抓下来 那可是你想说这要怎么抓 其实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这部分的话 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VBA去抓的 那怎么抓 就是按下载 把它每个每个全部都下载下来 因为VBA有去网路上抓资料的功能 那我就把它全部抓下来 全部抓下来之后呢 它前面都有名称 那我就让VBA把前面的东西切切切切切切 然后再把它串成像上次一样的一个 这个stack name 自动就把它产生了 不然的话这个很花时间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做法也可以 之前有同学是 撰写程式 自动去再把它捞下来 这也OK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资料的部分 那这个资料呢 我有帮各位放在网路上 你可以拿来用 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写法 也OK 所以总共的话 stack 这个每一个类别 我每个都建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有关那个V的部分 就是画面上面呢 那我当然就新增了一个spinner 在上方 这个spinner 名称也许我没改 叫spinner E吧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放一个spinner 这个spinner的作用就是 当它载入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把那个 就是股票的名称 类别的名称 比如说水泥类股啦 或者是什么食品类股等等的 先把它载进来 那当它这个地方有变动的时候 再把其他的资料给载进来 所以这里的话 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 C的部分 程式部分的话 大概会有这些 不过其实 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细节部分 再了解一下 抓网路资料 应该没问题 那主要是 我们怎么样去 把资料下载下来 里面的话 还有牵涉到 第一个 我把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总共会有多少栏位 那下载的同时 我需要 总共有11个栏位 所以我建立了所谓 那个11个ArayList 那底下的话 这个也比较 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每一个类股的 这个Yahoo!股市的每一个类股里面 它的结构一定是 长得像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 基本上 它的每一个类股名称 其实就是后面是一个PHP 然后呢 其实也是用GET的方式 去传递网路参数 只是说这些参数 我们不知道后面的规则 所以我就把它干脆全部都抓下来了 所以问号 有没有 执行什么的 后面的C 然后呢就这一串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每一个类股的 后面的名称都抓过来 然后呢分别放在我的一个 字串阵列里面 所以字串阵列里面的话 就把它摆在这边 一个两个三个 但这个其实很花时间 前置作业会比较花一点时间 再来的话呢 底下都一样 分别一样 也是去做多质型序的配置 然后连结 再来就是说呢 一个list view 一个spinner 这个上下干脆点倒一下 这样会比较清楚 spinner 然后再一个list view 也是去做连结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要建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呢 是给谁用的呢 给spinner用的 那这个spinner去抓哪一个 其实我这边是抓什么 抓stucknet 这个是从哪边来的 从那个string array里面 去把这个抓过来 然后呢里面的话 当然后面 这个是c 这个是m 这个是v v的话就是我的版型 那版型部分的话 当然我做一些修改 那再来就是那个下拉式的这个 这个部分 我也把它做一个修改 那来源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layout 实际上就从那个 android的内部范本 里面去抓 所以开头一定不是android 我把这个范本 拉到哪里呢 拉到这边来 拉到spinner item 这个 这个的话是抓到 那分别把里面 稍微把字的颜色 跟字的大小做变更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如果 这个有点遗漏 遗忘的话 可以回头看一下影片 那再来的话 当他点选 当spinner 点选其中 spinner 这个s是指的spinner 点了其中一个之后 我做什么事呢 去变更 去改变什么 它的resource 所以这边我也一样 这个也是参考 那个饮料店的那个订购 有没有 点了上面之后 下面要跟着改变 那我需要去对应到 如果当我点了 第0个的话 去把stark 这个stark 指的是水泥类骨 水泥类骨的资料 把它抓过来 然后放在thisview里面 让它显示 所以这边我做很多逻辑 if else if 就是点了哪一个 我去把另外一个对应的 分别把它抓过来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OK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什么呢 一样alreadyster new一个alreadyster 再把这个 我们抓到的这个temp set 有没有 把它放在这边来 就是抓到的水泥 就是抓水泥的那个类骨里面的清单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最后set adapter 把它显示出来 接下来 再去网路上抓资料 那这个地方我是 下载资料部分 我是额外在撰写一个 对应的那个 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getUI 那传递给它前面的那个网址 再串接后面的stream 再加上它的位置 对应到 第几个 因为上面是一个阵列 所以我就抓哪一个 丢过来 刚好就抓到 对应的那个网址 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回来之后 再把它 丢到那个什么呢 再做切割 丢到我们alreadyster里面 总共有11个栏位 11个栏位 通通抓进来 抓进来之后的话 最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list view 当我点选的时候 再把详细资料 给显示出来 OK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恐怕最麻烦的 不过有帮各位先做前置的整理 就是那个stream 这个stream array 也把它放在这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全部 另外 如果对于那个 因为我光切这个 stream array 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 另外 至于怎么写出来 其实用VBA写 你想说 为什么不用其他语言 你就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用Java来写 Java是可以 可是 因为我的资料是放在Excel里面 那我就要再想到什么问题 我还要再把那个 Excel里面的资料 先转成CSV 然后再Way给Java 那Java 突出来之后 又要是CSV 那我要再把它转成Excel 我觉得很麻烦 干脆直接干脆在Excel里面 作业就好了 OK 所以里面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 想要多了解一下 怎么撰写的 反正我就把它贴在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程式没有非常多 就这样子 处理stream array的方法 OK 那它全部做完之后 就是各位看到那些stream array 我只是把它贴过去 再把它格式化 解决了 那治愈怎么解决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再了解一下 我觉得VBA有时候 还蛮方便的 两下子就写完了 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试一下 把那个 Yahoo股市的水泥类股 也许试着把它改成 显示全部的 那这个我当然最后呢 我也是建议 可以把它放在那个 手机里面ROM 因为模拟器我发现 稳定性 尤其是连上网路这一段 稳定性还真的不是很好 在手机上面执行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执行起来 其实蛮流畅 而且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试试看 就已经很重要了 现在它们就在这个地方 都已经很重要了 然后再来 就很重要了 这就是这个地方 我再来 第一次才能够 然后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